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外不能只剩放写的 马上就要到春节了 韩语先在这里代表我们歪歌社团跟大家拜年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 财源广进 开开心心 过好每一天 不到春节 我不由的想起一首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图苏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旧服 这首诗叫《元日》 作者是宋代的王安石 元日指的是元旦这个节日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好奇了 元旦不是公历的1月1号吗 在900多年前的宋朝 怎么可能会用公历纪念呢 其实啊 古时候所说的元旦和现在的元旦 并不是同一天 那时候的元旦指的是农历的正月初一 也就是现在的春节 而古代通常把24节期中的历春这一天称作为春节 这一习俗一直延继到了后来的辛亥革命时期 而后呢 国民政府采用公元纪念 将公历的1月1号定为元旦 把农历的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虽然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但是受儒家文化圈和人口流动的影响 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 还有很多国家将农历新年列为法定假期 比如韩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朝鲜 越南 马来西亚等等 一到过年 长辈们就会跟晚辈们包红包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压岁钱 其实最初的压岁钱并不是钱 而是一种钱壁形状的壁血品 传说啊 在古代有一种叫碎的妖怪 每到除夕夜就出来吃小孩子 把压岁钱放在小孩旁边 那个怪物就吓得不敢靠近了 从而保护小孩子不被伤害 现在想来那一天怪物还挺多的 不但有叫西的怪物 还有叫碎的怪物 不过 不得不佩服几千年前的古人想象力 也实在是太丰富了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去世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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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